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Marco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來進行我們的第三單元囉 已經進行到課程的一半了 我相信各位同學很辛苦啦 我知道就是忍耐一下 課程快結束了 那一樣在進行完這個單元的課程說明跟講解之後呢 我們還是會進行一個簡單的一個小測試 小測驗 那這個測驗我們主要的重點是要談什麼呢 我們這個單元主要就是要談的就是腦力激浪法的一個操作 那同學在這個階段在做測試的時候 我們會裡面探討很多腦力激浪法的一個測驗 那這個測驗裡面會有很多的一些該注意的問題 跟需要去克服的一個點 那同學如果有看這個課程的話 就知道要怎麼樣去做這個題目的答案了 那再來就是宏觀的想法該具備哪些因素哪些條件呢 我其實在這個單元其實也有提到很多 要進行所謂宏觀的這樣子的一個發覺的過程 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不要犯的一個錯 然後我們要去哪些事情是我們要去keep住的 去保持住的 那這個單元我們也提到 有看課程的同學就很清楚知道 我們該如何的去做這一題的題目的答案了 那再來就是發想過程中所需要的工具有哪些 還有何謂腦力激浪法 其實這一個單元探討就是腦力激浪法的操作 以及如何透過我們的黃色便利貼 搭配著我們的這個腦力激浪法 這樣子的一個思考模式 我們怎麼樣去產出不錯的創意 那在執行腦力激浪法的時候 我們在小組團隊裡面 該注意的點在哪裡 我們就必須把它帶出來 然後在如何運用黃色便利貼的時候 黃色的便利貼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哪些問題 然後哪些事情是不要犯錯的 哪些事情是要去注意的 那這個階段其實 這個第三單元在探討腦力激浪法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天馬行空的 它沒有任何拘束 沒有任何的答案 也不要因為有任何的阻礙 或者是任何的謾罵批評 然後就停止你自己的想法 OK 所以這個單元其實在探討的重點 就是brainstorming 的操作 那如果大家同學比較知道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讓時間 讓同學們去發揮來進行這樣的題目囉